鼓励民众戒烟 台中市率六都之先 结合全市45家戒烟服务合约医院 来新手力推台中戒烟系统智慧客服 结合了是科技辅助 来随时掌握吸烟者的状态 并且回馈戒烟成效 要来提升戒烟的成功率 而在活动现场 更前来综艺厅房 吴宗姓的女儿吴山竹代言 双号召戒烟的市民 踊跃加入使用 让戒烟路上不再孤单 鼓励民众戒烟拒绝烟害 台湾市率六都之先 结合45家戒烟服务合约医院 共同推动台中戒烟系统智慧客服 提供24小时即时服务 量身打造个人戒烟计划 还请来综艺天王县 跟吴宗姓的女儿吴山竹代言 希望号召戒烟的市民 踊跃加入使用 用智慧客服的方式 用Line App 每个人都会使用到Line 每一天 所以在这个Line App上面 让大家都能够知道 自己在戒烟路上是不孤单的 因为24小时都有专业的客服 在上面陪伴大家 同时也有提供各大的医疗院所 让大家有需要的时候 可以找到自己身边的戒烟门诊 同时他也会在定时的时间 报告你说 该去回诊咯 注意一下你这个小时 要注意身体的状况 同时还有一些烟影的评估 所以其实对戒烟的朋友来说 迈向成功会是更简单的一步路 戒烟系统结合智慧服务 线上咨询贴心报时 以及除植基点送毫力等四大特色 由机器人辅助使用者 判断烟影程度及状态评估 随时掌握吸烟者状态并回馈成效 提升成功率 明年将持续推广到基层诊所及药局 根据这个国舰署的资料 全台湾的人口大概有13%是抽烟的 那台中是比较低我们平均是11.2% 大概有一成的市民26万人抽烟 那我们希望这26万人呢 也能够持续的来推动他们戒烟 市长也特别感谢医疗院所的协助 共同从预防端下手 维护民众的身体健康 也呼吁吸烟民众多加利用 一起赢回健康的人生 这点加话台中藏报道